大夫 怎么让啊 没打下来 怎么会呀 大夫 她都见红了 怎么会没打下来呀 白小姐年纪轻 底子好 见血但没有崩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会是这样 大夫 大夫你帮帮忙 不是我不想帮忙 实在是不能再下药了 如果下重药 万一孩子没打下来 连大人的身体都吃不住啊 你出了什么事我担着 我多付你钱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要出人命的 你得帮我 我求求你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干吗呢 您找别人吧 我担不起这责任 这不行 你哥 你一定是 大夫 大夫 去老姑家了 走了好一阵子了 你怎么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他是不会回来了吧 为什么呀 这不是他的家吗 他为什么不回来呀 周少爷 您还是别装傻了吧 这不 这不免也太虚伪了吧 周恩 我是真的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 我是最恨假的一个人吗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是为了配得上 你们周家的好名声 才离开这儿 这件事我义父还不知道呢 我还没敢跟他说 周恩 那你告诉我 你老姑住哪儿 陈颖珍 陈颖珍 你回来了 你生命了 我看你挺好的呀 我 我 这个 到底什么事 这么着急 拍电报把我叫回来 你真的是因为我赶回来的 我没想到 你会 你被利用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妈她让你回来 她怕你不答应 所以就让我去给你拍了电报 那你知道 我妈为什么让我回来吗 我妈让我回来 是让我去参加张世贞的六十大寿 我还不想一个人 我现在对你拍了电报 她不会开心 你让她一起拍摄 你怎么办 那你现在对我说 你让我看它 你对我说 你也没必要哭 我不至于 行了 别哭了 来 把眼泪擦袋 行了 别哭了 至少你没有生病 这不是很好吗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我还真的以为 你得了什么急症 我倒真希望 我自己得了什么急症 你妈她没有告诉我 让你回来是去给张家掰手 我要是知道啊 你要是知道 你就不会去拍那封电报了 对吧 我还是会去拍 你妈让我做的每件时期 我都会去做 笑我 我就是这么懦弱 可是你告诉我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是第一个赶去善家的人 因为你是第一个站出来 替我说话的人 因为你是为 你是唯一一个说要娶我的人 无论你是珍惜还是赌气 对我来说都非常注意 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去做 霓裳 可是我跟你说我无数遍了 不要为任何人去活 就为你自己去活 而且拿出勇气来 我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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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